五个审判 五个审判作者 林献高 五个审判 读圣经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了人 就要活了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 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猜我来者的意思 约翰第五章 二十四到三十节 审判两字 是我们常常听见 可是很多人 不能真正明白 审判的意义和究竟 许多信徒 审判认欲听别人的题目 也不愿意听审判 这是什么缘故呢 大概因为他们怕受审判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审后 也许不得救 有人以为自己不能知道自己得救与否 但审判的时候 耶稣如果说我得救 这便好得无比了 假如耶稣定我不得救 那就没有办法 唯有灭亡而已 他们不止不明白审判的争议 他们甚至连得救的问题 也未清楚 可怜 亦父可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彼得和保罗对罗马的官长 讲了什么呢 保罗讲论公义 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许图行记第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他们讲了很多要道 但离不了审判 至于一共有多少次的审判 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有些人以为 只有一次大审判 不论信的与不信的 活的或已死的 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 一头受审判 这个说法不对 因为信和不信的人 不是同一个时候受审的 除了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 这一段即列国被审判之外 圣经没有把信与不信的人 混在一起一同受审 一同受审不过是人的一段罢了 有些人把审判分为三个 这未免太简单 又有人把审判分七个 这是纯正解释 第一 信徒以往的罪 主在十字架上以待受审 第二 信徒日常的罪 需要自己现在去审判自己 第三 基督的审判台 为了审判以信的人 看他们生活和工作如何 热心或冷淡等 第四 列国受审判 看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如何 第五 以色列人受审 因为他们历代弃绝了真神 第六 不收本问的天使受审 第七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是对所有不信的死者 但是 第一次 与第二次 根本就算不得正式的审判 第一次 主定在十字架 是经过审判 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但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 赎我们的罪 是信者 得救 这不是审判 而是刑罚 许多解禁家都以为是审判 似乎有些牵强 我们必须把审判与刑罚 分得清清楚楚 虽然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是也有分别 审判在先 刑罚在后 如果 未经审判就施行 是不合法的 很容易冤枉了被审者 当审判完毕 定了罪案 方可执行刑罚 在刑场上 施行的时候 没有人会说是审判了 许多时候 我们把启示录里 刑罚 精神审判后才降得灾 当作审判 这会使人很不理解 而且会使许多人 不知审判是怎么一回事 以为 刑罚就是审判 审判就是刑罚 第二次 称为信徒的自审 也不能归为正式审判之列 因为 第一 是现在进行自审 而正式的审判 是在主再来之后才进行 第二 没有审判官 只让自己做审判官 虽以为圣灵为主 那不是正式的审判 所以 我们只能把审判 分作五个 将第一个和第二个 所谓审判 归入第三个一同讨论